王品集团董事长戴胜义今天发出五个感谢退休文稿给王品集团全体同仁宣布自己客气退休 戴胜义表示提早退休的目的是让公司能够顺利的运作 与他之前所宣布的65岁退休整整提早了三年半 而他也会捐出一半的股权用来帮助社会弱势儿童 受到消息影响王品今天股价收在264.5元跌幅超过3%